東華大學零星女大生 日前在行川縣遭到聚業客運的公車 駕駛撞擊死亡 聚業客運代表今天首度對外鞠躬道歉 坦誠疏失 也確認是駕駛沒有停讓行人 才會釀禍 並且提出了四大改善方案 而臺中市政府也祭出了嚴懲 決定要收回聚業交通 目前最賺錢的臺灣大道三百號路線的 營運路權三個月 民眾的行車記錄器拍下 公車行駛在車道 但卻突然往左偏 甚至逆向行駛在對向車道 讓後方的車輛嚇一大跳 二十五號晚間十一點左右 有民眾募集這部聚業客運 沿著北屯區南京東路行駛 但卻逆向蛇行 客運業者也拿出行車記錄器自清 表示是駕駛要閃避 漲到車道上的路數 違規跨越雙黃線可處罰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之罰還 臺中聚業公司的私信駕駛 二十二號晚間撞死 正在過行穿線的林姓女大聲 事隔近一個星期 公司代表首都駕駛道歉 也坦承疏失 表示確實是駕駛 沒有停讓行人釀貨 聚業重新的檢討了我們 對於行車安全的要求的不足 以及管理的模式 那同時我們即刻的召回了 我們所有的駕駛長 針對造成本次不幸事故 進行深刻的檢討 我等於是想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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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需要什麼 我們一起立即公告 針對家屬指控 實行駕駛 又上車移動車輛 林姓女大聲 才被碾壓身亡 業者則強調 交由司法釐清 也提出四大改善方案 但市府考量 當時實行駕駛 在輔助系統 都有正常作動下 還是沒有落實停看行的原則 決定祭出最嚴厲處分 國安首例有公車 因為交通安全 而被收回路權的案例 我們捍衛市民的安全 絕對沒有絲毫的妥協空間 市府強調 除了已經宣布的五大措施 對居業也收回部分的路權 如果居業三個月 沒有改善或是再有重大的違規 將無限期收回路權 也不排除將其他的黃金路線 也一併收回 記者林健身 王龍濤 台中報導